在10年前正在上学的我还在想到底什么人会买轿宝SUV 谁曾想10年后的今天轿宝SUV车型可谓是遍地开花 宝马显然是这个细分市场的绝对功臣 在X6大获成功之后呢 我身边的这台X4也就应运而生了 相信我 如果你现在正手握50万元的预算 追求个性的你 一定会让这台车进入你的备选清单 在和大家正式聊这个外观细节之前呢 我想先讲讲宝马X4这台车的设计理念 首先宝马X4的设计灵感来源于美国现岸的波特兰市 那么为何一台车的设计与一个城市有关呢 为此啊 我特意了解一下这个城市 波特兰市多年被称为美国最一级城市之一 在明宫灯亮起的夜晚啊 非常多的艺术家和音乐人聚集在街头 富足前卫且充满艺术格调的生活气息啊 给设计师带来的设计灵感 想了解的朋友呢 不妨上网查一下这座美丽的城市 在我看来啊 X4更好满足了用户对个性化的期许 与传统的SUV在风格方面啊拉开了辨识度 颜值真的是太能打了 车头位置这个很经典的形象啊 相信已经深入人心了 面积很大的进气格栅加入了主动式技术 根据温度啊去控制开臂 天使眼的头灯组啊 怕是以后见到的机率越来越低了 我认为这也是除技力格栅以外 前脸方面变成最高的一点 M运动套战的加入呢 也让运动感方面增色了不少 四活塞M复合高性能刹车卡钱 进行了蓝色的涂装 好看还提升了性能 都说旅行车最美的地方啊 是厚45度 你来看看X4 比MW的设计师很巧妙的 让C入位置变得很优雅 贯穿到尾部 过程毫无违和感 有些自主品牌可以学着点 这才是真正做到了消除的臃肿 这一对类似利刃一样的尾灯 有点意思 造型看着非常纤细的同时啊 让你感觉非常的锋利 视觉效果方面啊也很运动 这代X4的尾部比上代车型 在宽度方面有所增加 看着也更加的壮硕 配合让外扩的后龙骨 彰显出更好的力量感 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这台车的车内看看吧 X4的车内设计 一如既往遵循了BMW 加速式的一个大的框架 有人说少了几分惊喜 但作为5系车主 我可以很认真负责地告诉你 这台内饰绝对会让你越看越喜欢 因为所有的功能设定啊 都站在为驾驶员减负的角度 M运动方向盘 如果你不用一次 你永远不知道它的手感有多好 12.3英寸的液晶仪表 以及10.1寸的大屏 内部搭载了ID7系统 什么无线CarPlay 无线CarLife 它通通都有 上车之后啊 把手机放在无线充电板的位置 手机内的所有消息啊 以及电话 通过大屏内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非常的方便 X4的座椅设计啊 非常的讲究 M运动风格处理 看起来非常有性能法 两侧这个护翼啊 还可以支持调节 为不同身材的用户啊 带来更好的包裹性 整张座椅做起来 舒适性也挑不出任何问题 如果加入COOP造型的X4 到底在空间方面有没有牺牲呢 走 我带你去看看 好了 我现在就坐在这台X4的后排 前排座椅呢 是我刚才调整好的一位驾驶位坐姿 我本人身高呢 是1米78 我现在坐在这台的后排啊 首先腿部空间可以看有两拳 而头部空间呢 也能达到四指到一拳左右 这样的空间表现啊 还是比较给力的 也让我有点意料之外 这个也源于它的设计 它的溜背造型呢 出现的点在我的头部的后方 所以对后排空间没有一个影响 这一点表现的真是非常的不错 当然啊 说到宝马车型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台车开起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下面啊 我们就把这台X4开在路上 给大家做一个驾驶方面的一个分享 好了 我现在就把这台X4开在路上 首先呢 我们拿到这台X4呢 是25i版本车型 也就是低功率的版本一个车型 但是这个低功率版车型啊 也在动力方面给我带来了一丝丝惊喜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低灌量渦轮增加器啊 和单渦轮松火管技术的加入 使发动机在低转速区间啊 也能有一个很好的动力响应 起步阶段啊 这个整台车表现还是非常轻盈的 动力响应啊 又特别快 感觉不到任何的这个涡轮延迟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的动力表现 给我带来了一定的惊喜 这个彩服的8AT变速箱呢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也被很多网友称之为啊 市面上的变速箱之前三 在我看来啊 这个彩服8AT变速箱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 日常驾驶时啊 你想要超车的时候 它降挡的速度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而你日常不需要超车 这种平静的驾驶状态啊 它的升挡非常积极的 然后保持到一个很高的档位 让你这台车的燃油经济性 变得更好 很多BMW的粉丝啊 都知道这个品牌 特别喜欢在排气方面啊 加入一点自己的小心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即便这并不是一台XM版本的车型 但它的排气啊 在你激活运动模式之后呢 仍有一部分的声音回馈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讨喜的 所以BMW在运动感方面啊 并不只是说说 而是在做 另外一方面啊 X4能给我惊喜的地方 在于这台车的灵活性 或许对其他品牌而言 能把一台接近中大型尺寸的SUV 变得灵动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但在宝马看来啊 这并不难 这台车转向手感呢 要比X3显得更加沉重一些 可便转向比的加入啊 也在弯道行驶中啊 带来了极强的信心 配合上并没有那么高的驾驶位坐姿 弯道中的X4啊 甚至看起来的并不是很像一台SUV 只是比轿车稍微高了一点点 另外一点 扎实的底盘调教啊 也是宝马一贯的一个设计理念吧 X4的底盘调教啊 让驾驶员感觉非常有信心 路面上大大小小的这些信息啊 都会传递到驾驶员的身体上 或许啊 你会认为这一点 是不是这台车不够舒适呢 其实我觉得你想多了 对于路面上啊 大大小小的这些颠簸呢 这个底盘跟悬架 又可以很好地帮你过滤掉 保证这个车内啊 稳定感 所以啊 我认为这也是底盘方面 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惊喜 又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X4除在外观方面 强调出更富有个性化的设计以外 骨子里的运动精神 体现的还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如果你对这些比较看重 那就像我开头所说的 这台车一定会进入你的备选清单内 好了 本期的体验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